過年期間想維持好身材 一定要練會這幾組 想要健美線條 你需要這組 想要戰勝體脂 絕不能錯過這一組 想要有 muscle 再加這一組 三分練 七分吃 加上整組 WMF健身料理層氣 訓練效果更佳 來全年吉印花 打好身材帶回家 看我們兩個裝扮就知道 我們要拜託神經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邱彥翔全年先生 我是梁赫群 台灣孔流 我想問一下台灣孔流 有什麼食物啊 他的意思是有年味 過年都一定會吃到他 胡之欲出了嘛 就是年糕了嘛 我以為你會說年糕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你看又要熟睡嘛對不對 晚上又要打麻將嘛 拿出來煎一煎就可以吃了 做一個可以凸顯我們 才華跟創意的 創意年糕蛋餅捲 那我就來一個甜的 紅豆鯛魚燒 小朋友最愛耶 開玩笑 這個做出來大家搶著要 連紅包都不要了 這是一個大學操 大家一定要學會 做年糕 做年糕囉 來先開火 今天弄的這波子是新的耶 不是MF的 放一點油 炸一下 餅皮把它放上去 三分鐘 然後就可以準備要翻面了 把它翻過來 這一邊的餅皮大概是 兩到三分鐘就好了 好 這一張 已經算是完成了 我們有兩個人都要做兩次 第二個也完成了 加一點油 韓式的年糕 黃金泡菜放下去 拌炒一下 真的傳這個相當快 整個香味都出來了有沒有 然後呢 把他們擺進去 就直接對折把它捲起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創意年糕蛋餅捲 很甜的 紅豆鯛魚燒 首先呢 最開始你要有一台這個機器 這個鯛魚燒的這個機器 這個奶油要來刷一下 我們開始要來做這個 我們的麵糰 麵粉 一顆雞蛋 牛奶 牛奶 先倒個一半 千萬不要用筷子 用這個 對 打出一個樣子 像不像外面賣雞蛋糕的 那個老闆做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你根本就是那個老闆 好的 用湯匙就可以了 放一半的料 對 你的這個年糕 再把它加上去 就算爆開也無所謂 對 自己吃的用料不要手軟 好了 就把它蓋起來囉 打一下吧 各位觀眾 好痛腿喔 你看 雙雙對對 萬年富貴 小剪刀修剪一下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我們撒一點糖粉在上面 紅豆鯛魚燒 上菜啦 完成 試吃啦 來 欸 他們兩個裝扮就知道 我們要拜堂成親啦 對不對 是紅的啦 但應該不像是要拜堂成親 海神也來了 要包大財啦 是啊 牛年吉祥 心想事成 賺大錢 牛年新大運 事事順心 大家平安健康 甜辣醬 炒過以後那個黃金泡菜更脆口了 配上那個甜辣醬啊 很棒 而且還有蛋香 紅豆 加五燒 很特別耶 有 它吃起來感覺很像 有一個甜點叫做心態的 賴酥內軟 因為我們這個只放紅豆年糕啊 如果你加一點起司 這樣搖起來 很開心耶 對喔 哇這個甜甜的這樣子吃起來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Ending耶 創意年糕蛋餅捲 還有紅豆鯛魚燒 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過個好年 新年快樂 Bye Bye 想看全年更多的影片 歡迎訂閱全年YouTube頻道 PX Channel 並且開啟小鈴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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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就可以得到第一手全年的消息喔